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自带霸气 有时间就换这身打扮去那几个宗派门口逛一圈 串点打脸纸 现在还是收起来吧 免得吓到村民们 有了这阵法守护 盘山村基本算是安全了 小哥咋 大双二伙 你们准备去哪儿啊 我们要去东面的小城买些耕种的种子 大概翻过两座山就可以看到小城 我去买吧 你们离开盘山村 如果遇到天舞宗的人就糟糕了 这多不好意思啊 还劳烦小哥跑一趟 没事 你去问问大伙有什么需要的 顺便都带回来 公子 小柔 怎么了 你要去城里的话 记得买几块好点的布料 布料 你衣服有点不合身 我 我想给你做一件新的 好 我会买的 小柔这丫头 来这世界这么久 还没去过别的地方呢 是时候去看看 真是热闹啊 是他 那人的压迫感 喘不过气来 好强的气势 那人着装如此古怪 秀威却这么高 仅仅一眼 我就有种快窒息的感觉 这是有多强啊 无形打脸成功 获得十点打脸之 看来没事得多穿这身衣服上街逛逛 对了 洛阳派的事情你们听说了吗 当然 似乎通缉的那人 是某位大人物的亲传弟子 嗯 啥情况 我大有来头 我自己咋不知道 大人物是 段九德 据说那位大人物 曾经名阳东方大陆 连宗主都忌惮他 他是 段九德的弟子 段九德 是谁啊 宗主 关于盘山村一事 牵连到了段九德 可非同小可 那位段九德的脾性古怪 明圣吗 想必大家也 若是咱们真伤了他的弟子 后果 恐怕不堪设想啊 放屁 你们烈焰派没有伤亡 当然这么说 自通缉令发出后 尽心尽责抓人的 可全是我们洛阳派 那小子下手狠毒 我派死伤了多少弟子 还有几名金丹妻的长老陨落 来请张宗主 替我们做主啊 明日 找那少年来天武宗一趟 放眼天下 也只有段前辈的弟子 才可能有如此作风 倘若他肯给在座的各位认个错 那此事就到此为止吧 认个错就算了 那我洛阳派 还如何在火源国立足 遵命 宗主 老父不同意此事 孙长老 你有何意义 老父前些日子见过这小畜生 当时他假冒火源国驸马 这次又声称是段九德弟子 想必也是弄虚作假 老父提议 迅速将其扑杀 孙长老 段九德的弟子有这种爱好 也实属正常啊 小畜生手上沾了那么多债 就算段九德找上门 站立的也是我们 够了 他是不是段前辈的弟子 明日便会揭晓 就这样吧 是 熊台慢走 下次再来啊 好嘞 出了一趟打脸职 从二十五涨到一百三 真是转翻了 天舞宗的 请留步 我们是天舞宗的弟子 想必道友也知道 天舞宗和道友之间有一些误会 误会 是的 这宗主以为我是段九德的弟子 肯定是怂了 所以 我们宗主想请你到天舞宗详谈 消除一下我们之间的误会 行 我待会儿就来 道友 你认识天舞宗的路吗 我当然认识 特别是你们的藏宝阁 公子 小柔 东西都在这里了 你给大伙发下去吧 这布料真好 做成衣裳给公子穿上 一定非常帅气 不是 我是说 傻丫头 小柔 我得去天舞宗一趟 解决和他们之间的矛盾 彻底结束这种受他们干扰的日子 这怎么行 天舞宗里仙人那么多 公子你一个人去 要是回不来了 傻丫头 你徐缺哥哥的实力 还不摆平区区一个天舞宗吗 放心 我一定会平安回来的 等我回来了 要给我穿你做的新衣裳哦 听说你们找我 不错 我乃天舞宗宗主张丹山 今日请你来 便是要解决一下你与我宗之间的误会 可以啊 想怎么解决 先是你到我们宗门宝库一试 等等等等 什么宝库啊 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啊 你 还有盘山村一试 我洛阳派多名弟子和长老 哎 停停停停停 人死在盘山村就是我杀的 咱们讲点道理好不 有谁看到了吗 我看到了 这小事诡计捉钻 陷害我洛阳派弟子伤亡产众 居然还有跑出来的 就算人是我杀的又如何 这叫正当防卫 你若是这种态度 那我们就没法再谈下去了 没办法谈就算了 我让我师父亲自来和你们谈 拜拜 师父 满嘴谎言 道友请留步 道友你别着急 张祖祖他不是那个意思 不是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 哎 我就不明白了 你们找我来解决问题 然后又扯那些破事 这样有意思吗 看来他真是段久德的弟子 既然你喜欢直接 那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 你若向在座的各位道个歉 那既往不咎 我天武宗法宝无数 其中有一件破阵缩 可破除世间各种法阵 你若是不肯道歉 你所珍视的盘山村民 性命那可救 你威胁我 不是威胁 只是告诉你两种结果 如何选择在于你自己 道歉是不可能道歉的 这辈子都不可能道歉 当年我败入尸门 师父就告诉我 不论干什么事情都要死不认错 否则就逐出尸门 所以大家折中一下吧 我请大家吃个饭如何 来 喝 喝 干杯 不醉不亏啊 喝 雪莲 弟子在 带着我的令牌 将藏宝阁内的破阵缩带来 是 张丹山被这小畜生忽悠得昏头转向 还是得靠我自己出马 道友 再来喝呀 你们喝 我上个厕所 这群修仙者真是狗贼 得知我是段九德的弟子 就疯狂来巴结我 各种奇珍道具送了一大堆 所以他脸只长了不少呢 这下盘山村民 应该不会再被天武宗骚扰了 数百年前 我曾与你师父有过一面之缘 不知他现在可好啊 他很好 这几年一直在东荒吃喝玩乐 那他老人家现在在火源国吗 不知道啊 那老家伙行踪诡异 不过他给了我一道密符 如果我遇到危险 他就会立马出现 张宗主要不要试试 哼 不必了 有缘自会相见 今后你若是想 可在天武宗住下 有什么需要都尽管开口 至于盘山村那边 本座保证 不会再有人去打扰 这家伙似乎十分忌惮断九德 上回只是粗略地浏览了一遍藏宝客 这次得好好的大赚一笔 那就谢过张宗主了 不过我得先回去收拾点东西 去吧 好 小柔 这下再也不会有人欺负盘山村了 胸口莫名有些发门 不会是那群人在菜里给我下了毒吧 是否命我们速回宗门 不知有黑钥匙 我也 师兄快看 那边火光冲天 银子在燃烧 是谁竟敢在此屠杀百姓 我阴鬼门在此办事 无关人等速速离开 这装扮是天武宗 大胆 只想我乃天武宗弟子 还敢如此放肆 小龙 还有漏网之鱼 大黄 叙叙哥哥 还不赶紧 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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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复功能 系统 快给小龙修复 系统等级不足 无法给宿主外的人使用修复功能 那就兑换药品 把能够疗伤的药品都给我 系统等级不足 所有兑换物品 他仍无法使用 不要紧的 不要紧的 续缺哥哥 能够在死之前 看到续缺哥哥 小龙已经 没有遗憾了 续缺哥哥 小龙这一生 很喜欢你 新衣上 还没来得及做好呢 真想看到 续缺哥哥 穿上新衣上的样子 小龙这一生 我最开心的 就是和续缺哥哥 在一起的日子 小龙 对不起 系统 有什么办法能让小龙复活 由于当前系统等级不足 无法搜寻七死回生之法 是不是提高系统等级 就能找到办法 是的 只要宿主到金丹期圆满 便可升级本系统 由于从未更新过系统 第一次升级将会免费 金丹期圆满 好 很好 就让图村的杂碎门 都变成经验吧 消耗一百大炼值 兑换聚魂塔成功 魂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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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闯入盘山村的人 你们认识 好强的压迫坎 他乃天武宗通缉之人 不该回答他的问题 但是 西边 鹰鬼门 放肆 难敢在我鹰鬼门外杀我门中弟子 我逆了 老鬼 差不多该建好就收了 等我将鹰鬼门踏成废墟我就收 这人说梦 死在这里吧 就凭你也敢叫嚣鹰鬼门 段久德弟子又如何 退下 你们不是他的对手 黑龙烈焰 消耗一百点功法精华 燕分适量尺进度百分之一百 消耗一百点功法精华 六合游身尺进度百分之一百 燕分 适量尺 你莫要得寸进尺 逼得我燃烧本元师长此树 就算是段久德 也救不了你了 消耗所有功法精华 兵自密尽度百分之十 兵自密 怎么可能 等等 盘山村医师 鹰鬼门只是奉命行事 背后策划者乃是天武宗孙长老 是孙杰黎长老指使我们做的 你说什么 我与你无冤无仇 何必派人屠杀盘山村 此事乃天武宗孙杰黎所为 他带着天武宗保护破阵所 亲自破了盘山村的大阵 告诉我只需杀尽村民 便赐予我一瓶养神丹 是后老太婆 承担神才答应我保全盘山村无事 原来你才是天武宗的幕后黑手 没错 事情都因天武宗而起 为奸的孔之权 初见回来了 抱歉 我这个人说一不二 说灭你满门 就灭你满门 击败猿鹰器修士 获得二十万经验值 以及储物界神秘大礼包 升级 当前境界 结丹器七层 天武宗有好几个猿鹰器 更有张丹山这个鹰变器作成 以我目前的实力根本没法报仇 看来得再兑换点狠招 打开神秘大礼包 获得初阶神星顿走符两张 获得伪装傀儡一个 恭喜宿主获得古灵棱火 是否收入体内 古灵棱火 可是斗破苍穹中丁丁有名的异火 在系统商城里这异火售价 整整要一千三百点 贵得很 当真天主我也 天武宗 你们完了 给我兑换佛怒火莲 还有排名第十九的 青莲地心火 恰好五十打脸值 兑换佛怒火莲成功 恰好三百八十点打脸值 兑换青莲地心火成功 小龙 新衣裳以后再做吧 今天这绸缎 就用来给这群人当手艺了 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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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我 很快我就能将你复活 接下来 就轮到你们了 天护宗 小龙 师兄 快看那是什么 张丹山孙学礼 给我滚出来 天上那是何人 那些是什么 是那些阴鬼门的 打脸成功 获得五十打脸值 打脸成功 获得三十打脸值 我再说一遍 张丹山孙学礼给我滚出来 否则就踏平你天武宗 我伍过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